我講講,祈禱時對神過人性 有時有些人會祈禱,甚至我記得我以前有時會祈禱 念主也會問,我文在天神的福 不是想向一個神去說,或者祈禱向著天地間的神 為何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呢? 因為聖經裡說到它與我們的關係很個人性 好像媽媽、私年、子女一樣,不會忘記子女 那種很個人性的關係,它都叫我們盡心盡性愛它 我們很體重它,與它有密切的關係 它又好像我們的主人 有些牛和爐,懂得主人,你們又不懂得我 它又是我們的主人,我們的救主,又是我們的好朋友 又是我們的辛亡,那種很個人性的關係 我自己就發覺,當我很個人性地去想神 神的同在是加強的,尤其在聖年聰會 你最先為你祈禱的時候,我最後的階段的時候 我就少說話,我就按手這個頭上的時候 你就覺得一種力控你比之前更強 在那個時候,我就更加強烈進入神的同在 這個也是操練的,還有看到什麼 神就是你做在我身上的,有些什麼神送給我的 有些漂亮的花,我就多謝神表達祂的愛 就是這樣來想祂這麼個人性 亦都在我們身上做很多事情,救我們,幫我們 都是個人性的幫助我們 我們都會體重這些神所做的 於是與神的關係都是一個個人性的關係 就是很密切的,很親切的 那祈禱的時候不用想祂的樣子 除非有些人看到祂的樣子 只是想祂在這裡,就不用想祂的什麼樣子 個人性的祈禱是會有幫助 就是幫助我們的靈更加通,更加感激 他做什麼事情就很感激祂 很感謝神這樣對我好 會加強與神個人性的關係 各位 祝福